美朝峰会今天登场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 各方在谈判之前的目标必然不同 因此一切取决于美朝领导人 是否认真想达成协定与共识 如果做不到 反而可能使双方采取经济制裁 或军事解决方案 川经会今天在新加坡登场 李显龙昨天接受CNN访问 分析川经会的可能结果和产生的影响 他指出 中国希望朝鲜半岛去核化 他们担心朝鲜核武能力扩张 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这可能导致其他国家也投入核武计划 对于川经会 李显龙大多保持谨慎乐观的心情 但他不认为这一切能在一夜间转变 过去几年 尤其是近几个月 核武器发展 弹道导弹测试增加 各方言辞强硬 整体趋势相当负面 不过根据李显龙的观察 他认为川普有意与朝鲜达成正面结果 如果不能马上解决 也能再找机会回到谈判桌 阶段性达成共识或协定 川普之前曾说 他要在第一分钟探金正恩的诚意 他认为对川经而言 这次的峰会给予他们机会 评估对方有多认真看待这次会谈 作为东道主的新加坡 李显龙说 他们只负责倒茶和咖啡 不会左右峰会讨论内容和结果 尽管峰会一度被取消 准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喊停 川经能否为国际紧张局势 带来转机 全球关注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霆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